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海拔最高的茶场 今天茶场里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 王磊是一家物流企业在西藏地区的技术负责人 此行的目的是调研这里的茶叶 从事物流行业的王磊 为什么要调研茶场呢 这要从西藏物流面临的难题说起 我把货送到某一地 我还能把相应的货再拉出来 我这个司机往返都是可以去挣到拉货的费用 我都是有收入的 那么往西藏送东西 无论是干支线 只有送下去的物资 没有拉回来的物资 它的成本就会比内地要高一倍 长期以来 进入西藏的商品总量 远高于西藏输出商品总量 这导致西藏物流成本高 物流企业长期以来投入巨大 但收益却很少 甚至出现亏损 西藏物流团队的办法 是寻找西藏本地优质产品 将它们优质优价地销售到内地 从而带动更多的西藏产品 走出高原 解决商品输入和输出 不平衡的难题 为此 王磊和同时奔赴各地 调研和挑选西藏本地优质产品 并帮助他们解决 从生产到销售 遇到的问题 这就是王磊前往剥密的原因 这个大概有多重 230克 230克 咱们没有考虑过去直播带货吗 就是目前特别主流 包括让这个年轻人 比较容易接受的这种方式 但奇怪的是 虽然茶叶品质好 长期以来 却面临着较好不较做的情况 许多外地的茶叶经销商 会请茶厂代工制作茶叶 再贴上其他品牌标签售卖 但是在茶叶市场上 西藏的茶叶却并不知名 这也是当地茶厂负责人 长期以来希望解决的难题 我们做的一些短板就是 成本可能比类的要高 二一个就是销路 可能比类的要折一点 这三一个就是我们的宣传力度 没把我们的品质打出去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西藏茶叶在茶叶市场上 并不出名呢 通过调研 王磊了解到 这里生产的茶叶 虽然也在网上售卖 但由于缺乏宣传和品牌包装 许多中国百姓和茶叶爱好者 并不了解西藏茶 不仅如此 由于茶厂在深山峡谷当中 要想将茶叶从产地发往外地 需要通过几次物流转运 因此物流成本极高 茶厂不得不提高茶叶的价格 却让本不知名的西藏茶 更难售卖出去 我们自治区的茶 物流成本就要比内地的茶 去送到消费者手中 要高5%到6% 可能这5%到6% 它本身就是这个产品的 利润空间了 然后把这5%到6去到以后 确实我们又要做到 让消费者相对认可的 这样的价格 现阶段就比较难 要想让西藏茶叶卖得更好 首先需要提升品牌知名度 王磊和茶厂商量 准备对西藏茶叶进行品牌推广 和直播带货等宣传活动 并且帮助茶厂在电商平台上销售茶叶 让茶叶爱好者们和广大百姓了解西藏茶 这个工艺是什么工艺 它就是要蒸 这个茶本来是大量的 蒸 用蒸汽蒸 给它加温加湿 除此之外 为了帮助茶厂提升西藏茶 在购物网站上的销量 王磊向茶厂建议 可以推出一些更经济 价格更亲民的茶叶品类 让大家能先体验到西藏茶的品质 特别香 有了品牌知名度 才能提升更高端茶叶的销量 其实西藏本地的许多农特产品 都存在着品质好 但却缺少品牌影响力的问题 有的优质产品 甚至没有品牌 比如西藏的松茸 正值松茸采摘记 王磊和同事决定去松茸产地 进行实地调研 工部江达县 全国海拔最高的松茸产区之一 家措和卓马是当地的松茸采摘户 每年这个季节 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今天家措和卓马要上山采挖松茸 我们今天过来呢 就是想看看咱们这个野生松茸 它的成长和这个采摘的这个环境 为了了解松茸采挖和销售的情况 王磊提出要跟他们上山 考察松茸的生长环境 那我们现在去山里面看一下 咱们这个树林里面有野兽吗 有的 有狗熊啊 松茸生长在海拔超过三千米的高山上 需要徒步攀爬四个小时 这个山的面积特别大 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多人走的路 其实就是在一个非常原始的 这个丛林的这种状态里面 去一边挖松茸一边找路 这个好大 这个大概有多重 这这么大的一天你能挖几个 20到30个左右 踩松茸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有时候上百米的山路 只能找到一颗松茸 今天 家错和卓马运气不错 两个小时的时间 他们踩到了一斤多的松茸 但是 他们来不及休息 松茸是一种非常娇气的食材 被踩挖出来之后 松茸就开始迅速变质 时间长了 很难售卖出去 把松茸踩完了 从山上 我们再回到村子里面 要用到多少时间 这真的比较一满酒 而松茸的价格 很大程度是根据松茸的新鲜程度 来定的 他们必须马上下山 将松茸售卖出去 今天松茸多不 看一下看一下 给个150 150 再多给点吗 今天这个肯定 因为这个我还拿来 放一段时间的话 辛苦那 伤伤到 我知道这个没办法嘛 你看你像那个 这些你看 带发黑了 给多一点 这个还不行 你看嘛 个头啊 平衡啊 这些都可以 这个最多只能给这么多价格 松茸卖得并不顺利 真的给不了 反复讨价还价 最终 辛苦采挖的松茸 加错夫妇 只卖了不到200块钱 王磊心里不是滋味 采挖松茸 其实对于当地情侣来说 既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 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提升一下 他们的收入 要想提升当地松茸采摘户的收入 当务之急事 要保证松茸的新鲜度 这就要求松茸采摘下来之后 必须尽快送到收购地点 王磊和同事有什么办法 可以缩短松茸 运送下山的时间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揭秘 其实松茸保鲜 是松茸采摘户们 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 在公布江达县向东 1300千米的 四川省雅江县 同样也是松茸生产地 这里平均海拔3000多米 松茸采摘下来后 需要用两个多小时 才能被送到收购点 为了能够将松茸 尽快运送下山 以至无人机团队 尝试用货运小飞机 进行空运 来缩短松茸的运送时间 他们在高山上 建立中转基地 作为无人机的大本营 再以基地为中心 在各个采摘区 搭建七个营地 松茸采摘户 采摘完松茸 会运到营地售卖 然后无人机会将这些松茸 统一运送下山 再由冷链系统运送出去 这让松茸下山的时间 从原来的两个多小时 缩短为三十分钟 那么在西藏公布江达县的松茸产区 是否可以用无人机运输的方式 帮助当地的松茸采摘户 实现松茸的快速运输呢 松茸下山的这个时效问题 我看这整个咱们这一片 包括特别高的地方 它都会长野生松茸吗 对对 公布江达县的松茸采摘区 分散在方圆几十千米的大山之中 这就意味着松茸采摘户门 往往要在相隔很远的地方 采挖松茸 如果要用无人机进行运输 需要建立一系列配套的设施 并且在高山上 选择平坦的地方 建立无人机基地和采摘营地 好 起飞了 无人机起飞了 山下注意观察 山下注意观察 西藏的松茸产区 普遍比四川雅江县的松茸产区 海拔更高 山势也更为陡峭 要想在山区中 找到一块地势相对平缓的地方 建造可以供无人机起降的营地 非常困难 在成本上 这也并不划算 50准备 50米准备 山下收到 山下收到 它可能更多的不是技术实现的角度 而是周边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 包括作业模式 未来怎么市场化的问题 经过调研 物流团队否定了这个方案 除了无人机 是否还有其他方式 能够帮助松茸采摘户 缩短运输松茸的时间呢 根据当地的环境特点 和百姓能够掌握的技术 王磊有一些新的想法 比如说溜索的方式 在我们内地的一些山区 我们也可以见到的这种 就是从山上往下运东西的方式 其实非常简单 它的成本就是几个电线杆子 或者是基站 就是把它架起来 然后中间有一个锁道 而且它这个松茸下山 它只有下没有上 基本上就可以利用我们叫重力 或者说地势的差 就把这个松茸送下来了 但这一次来到公布江达县 王磊要解决的 不仅仅是运送松茸的技术问题 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困扰着王磊 公布江达县的松茸 生长在高寒高海拔 而且无污染的环境中 品质良好 但在市场上 公布江达县的松茸 销售价格却并不理想 为什么会出现 置价不服的情况呢 公布江达的这个松茸 收购剂的时候 有大量的内地松茸 运上来充斥到公布江达市场 扰乱了松茸市场秩序 说句俗话 较一次充好的 又冒充公布江达的松茸 又卖给了内地市场 怎么样才能够提升 西藏松茸的品牌 让西藏松茸 能够以更好的价钱卖出去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揭秘 为了提升西藏松茸的品牌影响力 王磊想给西藏松茸 打上品牌标签 在这个品牌标签当中 要展现出西藏松茸 不同于其他产区松茸的特点 但是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同地区出产的松茸 简从外形和个头上 难以进行区分 这也让许多消费者无法认准 哪些松茸是西藏松茸 如何才能展现出 西藏松茸独有的特点 让消费者认准西藏松茸呢 创新进行时 我在高原做物流 下集继续揭秘